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光着屁股在被窝里呼呼大睡 等他一个机灵反应过来 王洪霞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已经涌了进来 一脸懵逼的陈彦军被闹洞房的人重新按回被窝 作为新娘子的王洪霞 根本不等人胁迫 主动扑倒在陈彦军身上 陈彦军想起自己的婚礼就觉得荒唐 没有迎亲队伍 没有鞭炮 没有锣鼓喧天 被人强暴似的完成了 整个镇子的人都知道 是王洪霞追的陈彦军 大家也都清楚陈彦军喜欢刘兰 可刘兰心劲高 不愿在这小镇子过火 他说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刘兰走前一晚 和陈彦军坐在河滩上晒月亮 刘兰说等我三年 回来咱们就结婚 陈彦军心里纵有再多不舍 还是把头点了 那明晃晃的月光 见证了他们的第一次 说实话 陈彦军没觉得有多爽 还没品杂出啥滋味 并贵神速地解决了 后来他和王洪霞可不这样 陈彦军等了刘兰两个三年 等得头上都生出白头发了 有人从南方回来告诉他 刘兰让他别等了 他在外面给别人当了小老婆 住大别墅开高级车 刘兰以前的电话 已经好久都打不通了 可陈彦军不信那些人的话 他跑到河滩上喝酒 喝得不仁不鬼 好像能把刘兰给喝回来 王洪霞尾随着陈彦军去了河滩 陈彦军醉意朦胧时 真的看到了刘兰 王洪霞把他给睡了 陈彦军和王洪霞结婚时 王洪霞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他是老大不愿意结这个婚的 可孩子都有了能怎么办 速战速决的结婚 火急火燎的当爹 陈彦军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和谁结婚不都是过日子 可是刘兰回来了 这两年镇子周边投资了很多企业 有饮料厂、药厂、五金厂、服装厂 五花八门 陈彦军和王洪霞都去厂子里打工 陈彦军去的生产农药的药厂 王洪霞去的饮料厂 到了夏天饮料厂忙 经常加班 王洪霞连家也顾不上回 那天陈彦军给王洪霞送换洗衣服 刚走出饮料厂的大门 碰到一个女的 看起来有点面熟 比镇上的女人洋气 当大波浪卷 穿黑丝袜 超短裙 高跟鞋 女人对陈彦军笑笑 不认识了 这声音 陈彦军睡着都能跳起来 是刘兰 没有防备的相遇 让陈彦军的心底 轰隆隆开过一列火车 刘兰回来了 在饮料厂做会计 都说她是投资饮料厂老板的女人 但不是正牌的 陈彦军去过饮料厂两次 一次是给王洪霞送吃的 一次是送衣服 王洪霞心里有数 陈彦军明明是冲着浏览来的 你以后别来了 我们不加班了 我可以回家了 王洪霞往嘴里塞着饺子说 过了一会儿 她用胳膊肘捅了捅 没反应的陈彦军 听到没有 你刚说啥 陈彦军梦游搬回过神 我说以后你不用来给我送东西了 王洪霞也斜着眼角看她 她没问什么 只恩了一声 陈彦军从饮料厂出来时 刘兰叫住了她 刘兰说 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们都没好好聊聊呢 陈彦军心里雀跃了 刘兰开车载着陈彦军去了市里 那晚吃的啥 陈彦军都不记得了 但她记得他们喝了不少酒 刘兰替她倒酒时 大波浪卷扫着她的脸 一直痒到了心里 刘兰说不回去了 住市里 陈彦军本想拒绝 刘兰一把抓住她的手 你老婆在城里加班 你孩子在你爹妈那里 你不回家也没人知道 那个老东西也回广州了 没人管得了我 连这些都打听得一清二楚 刘兰是有备而来 刘兰不是七年前的刘兰 陈彦军也不是七年前的陈彦军 那晚注定是个不免夜 陈彦军时常回味起和刘兰的那一夜 有点刺激 有点确信 有点放荡 唯独没有愧疚 男人都这样 过关了家庭生活 想在婚姻外找点乐子 直到那天 王洪霞回来说 他不打算干了 陈彦军才被唤醒到现实生活中 陈彦军问为啥不干了 王洪霞说上班太累 准备把孩子接回来自己带 说完他拿眼角扫了陈彦军一眼 他不去饮料厂的原因不言自明 他想杜绝一切 陈彦军与刘兰见面的契机 却不曾想人家早就睡过了 陈彦军盼着刘兰和他约 又怕真约了 他找不到不回家的借口 其实到了眼前也没那么严重 陈彦军只消和王洪霞说 他和厂里的几个同事打牌 就糊弄了过去 他回家之前 在酒店里把刘兰留在他身上的痕迹 洗得干干净净 不怕被王洪霞发现 男人不是战斗机 总有力不从心实 表面现象掩盖不了实质问题 王洪霞觉得奇怪 陈彦军以前可能坚持了 怎么突然变怂了 陈彦军说上班累得很 他躲着王洪霞 巴不得他天天都来大姨妈 有天王洪霞和陈彦军说 他怀孕了 问陈彦军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毕竟他们的投胎才两岁 陈彦军想都没想 一连说了三个 要要要 他有充足的理由 不用在床上伺候王洪霞 不用再因短暂而尴尬了 他真的吃不消 陈彦军如灵大赦 老天再给他机会呀 有段时间 刘兰没有找陈彦军 只给他发了条信息 说老东西回来了 不方便见面 陈彦军心里不是滋味 不仅仅是不能和刘兰偷情 而是一想到 刘兰睡在那个老东西身边 醋意便从每个毛孔往外钻 煎熬了快半个月 陈彦军好不容易等到刘兰的照见 他飞速赶到酒店 一看到刘兰 把他吓了一跳 刘兰的头上 脸上 还有胳膊上 都是伤 他哭着说 妈的 那个老东西给打的 他怀疑 我外面有人 朝死里打我 还安排他儿子到厂子里当老总 就是为了监视我 陈彦军心里一阵疼 这老东西太不是玩意儿 他意气用事地说 我就把他废了 刘兰说 你废他 自己还得搭进去 他爱钱 不如把他厂子毁了 比废他惯用 陈彦军问 怎么个回法 刘兰说 让陈彦军从药厂弄点农药 放进饮料厂的饮料里 一出事儿 厂子就得停产 他已经从厂子里挪了一笔钱 足够他们俩用一辈子的 陈彦军听刘兰说完有点蒙圈 这样会不会把事情闹大 假如出了人命 可是会坐牢的 刘兰敲打他一下 你傻呀 怎么会闹出人命 能坐什么牢 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这事儿的后果肯定要栽赃给 那个死老头和他儿子去承担 他们才是厂子的负责人 陈彦军不说话了 心里却塞得满满荡荡 那几天陈彦军翻来覆去 想刘兰的计划 他总感觉有点不靠谱 万一被查出来 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但在想到 能和刘兰远走高飞 过上神仙眷旅的新生活 他又摇摆不定了 刘兰三天两头给陈彦军发信息 问他要准备的怎么样了 陈彦军找各种理由拖着 刘兰又游说他 其实在外面也能买到农药 但去买的话很容易暴露 而且他们要的量有点大 目标太明显 不如在厂子里搞点 神不知鬼不觉的 谁也不会想到是他们干的 陈彦军心动了 刘兰说的没错 农药厂里那么多的农药 就算丢几瓶也不显眼 他是管理仓库的 有顺手牵羊的便利条件 陈彦军下定决心了 他开始偷偷往家里搬药 每天弄一小瓶 按照刘兰的交代 得弄够十瓶才有效果 那么大的饮料厂呢 搞一次不容易 一定要马到工程 王红霞总觉得陈彦军这几天 有点不太对劲 整天都紧张兮兮 像做了贼 他和他说话 他也显得心圆意马 一惊一乍的 这天晚上刚躺下 王红霞说 我今天去镇上卫生院 找我同学给查了查 孩子很健康 陈彦军心里一个灯 嘴上却说 只要健康就好 王红霞又说 我这都过危险期了 可以做那事了 这么长时间憋坏了吧 陈彦军心里又一个灯 他真怕王红霞主动 他现在哪有心情 想男婚女爱那档子事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王红霞伸手朝他下面 摸了过来 他想装睡来不及 反正和这个女人 已经待不了几天 好好睡一睡也行 王红霞只说了句话 陈彦军全军溃败了 硬着头皮想逞回英雄 结果还是很狗熊地 结束了战斗 真的不能有心事 床上都带着呢 陈彦军按照约好的地方 给刘兰送弹药 那些农药 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装着 看上去像一堆动物的尸体 刘兰等在当年 他们分手时的和谈 陈彦军把东西放到他车上时 刘兰拍拍手说 行了 你回去等我消息 我找机会把你带进饮料厂 实施我们的大计 看着刘兰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陈彦军知道 他们没有回头路了 他有点怕 想做最后的劝阻 非要这样干才行吗 刘兰恶狠狠地说 必须让那对父子吃点苦头 然后他抱了抱陈彦军 乖乖等我 等我们办完大事 就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 陈彦军到底没有遵守和刘兰的承诺 他连夜跑了 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 是个软蛋 他认怂 在外面游荡了两个多月 陈彦军才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鬼鬼祟祟地溜回小镇 一切如常 饮料厂还在运转着 乘集装箱的饮料送往全国各地 王洪霞的肚子又大了一圈 他说已经五六个月了 孩子调皮捣蛋 在里面把他踢得很痛 刘兰的消息 陈彦军是听王洪霞说的 那个女人被警察带走了 涉嫌挪用公款 老板把他给告发了 陈彦军心里气气然 还好没有搞出命案 只是挪用公款 要不了几年就能出来了 从一开始 刘兰就是有预谋的 他爸爸接接地 做了那个老男人 五年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情润 他的级别连二奶都够不上 刘兰已经三十岁了 他等不下去了 总得涂点什么吧 为五年的青春买单 没有名分 有钱也可以 他在账目上动了手脚 圈了不少钱 必须在老男人发现之前 把钱转移走 恰在此时 刘兰碰到了陈彦军 得知陈彦军在药厂仓库打工时 刘兰想到了一个妙计 把饮料厂搞垮 他趁机转移钱财 他需要一个对他无比忠诚的同谋 陈彦军是最好的不二人选 念在旧情上 他肯定会帮他 刘兰是了解男人的 他拿捏准了陈彦军的心思 一上床就再也下不来了 他的骨肉计 让陈彦军下定决心 和他同舟共计 那晚王洪霞的一句话 让陈彦军改变了主意 王洪霞说 我查了 肚子里的是个男孩 我们儿女双全 安心好好过吧 陈彦军的心里抽抽了一下 竟猛然生出了一丝丝不舍 这是他相濡以沫的妻 他还有儿有女 和刘兰跑了 他们怎么办 这样一想 完蛋了 哐当一下 他从英雄的神坛跌落 转了 王洪霞又说 本来我不打算问的 你弄那么多农药回来 不知道要干什么 但做事情要想后果 人命关天的事 还是要考虑考虑 别把自己下半辈子毁了 陈彦军想了一整夜 还是忍不住 把那件事和王洪霞说了 王洪霞给他出了个主意 他给刘兰送了农药 但把瓶里的药换成了凉水 他和刘兰不可能私奔了 但他劝不动刘兰 他怕他会用更偏激的方法 毁了饮料厂 把钱搞走 他也不想浏览摊上人命官司 一切都还来得及 陈彦军坐在床边 看着大女儿熟睡的小脸 再瞅瞅王洪霞大着的肚子 一团热气从心间潺潺流过 这才是他的生活 平淡无趣 但踏实安稳 王洪霞说 我还有个事没告诉你 陈彦军叹了口气 什么都不用说了 洗洗睡吧 他何曾不知道 当年那个南风回来的人 捎来浏览的消息 是王洪霞交出来的 可知道真相又如何 他应该感谢王洪霞 拉住了他差点犯罪的脚步 人生图的什么 不就是找个人 平定过完下半生 有个爱自己的妻子 有对健康的儿女 这一生足矣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示范 这样的症续